好我们带你来看最近越南有一个大消息 那就是金融犯罪居然会被判死刑 你就觉得到底是有多严重啊 我们带你来看这位张美兰 你还记得他吗 最早最早你听到了香港的首富李嘉诚 要到越南去投资房产 就是跟他来合作 所以你就看他的地位 他可以跟李嘉诚一起合作耶 那个时候呼风唤雨 但是呢曾几何时 如今的他你再看到 他就因为被指控 他非法操控了西贡的银行 然后呢他掏空的一个价钱 非法诈骗了270亿美元 这个数字很惊人 那是2023年越南6%的GDP 所以他现在被判死刑了 那有这么一说 说他被判死刑 其实是想逼他把钱给吐出来 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案情 有这么严重要到判死刑吗 朱老师怎么看 确实这件事情已经轰动了全市 就如刚刚志玉所提到的 正常情况 诈欺罪要判到死刑 几乎不可能 你判个 譬如说当年的马多夫案件 也不过就判个20年 已经很可怕了 结果现在居然是判死刑 那背后当然有他的原因所在 我们先了解到这件事情 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们先了解这个主角 张美兰 大家所知的就是刚刚志玉提到了 因为他引进了李嘉诚的资金 两年前不可一世 我把亚洲首付给找来了 他愿意投资越南上百亿美金 所以他当时看起来 他正风光 哪晓得案情急转直下 没多久他就被捕入狱 然后就开始各种调查 到现在判刑出来死刑 那其实原本这个西贡商业银行 并不是他创的 但是他在2011年的时候 他收购了几家小银行 全部把它结在一起 就整个把它吃下来 就是现在西贡商业银行 好 那如果你要正常经营银行 那也就算了嘛 那显然他的目的并不是 为什么 他最主要要是从里面捞钱 你已经有银行 你还要捞钱 银行捞钱才容易嘛 如果你今天不按照规矩来的话 我家已经开银行 然后还要继续捞钱 对 那一般照越南的 这个银行法的规定 你单一股东 你最多只能持有5%的股份 可是现在这家越南西贡商银行 绝大部分的股份 都在他手里90几% 用人头吗 对 用人头 用空壳公司 他成立了几百家空壳公司 全部都是他自己 所以很多不明就里的人 是不是就去存钱 对 存钱之后 他就开始用各种空投公司 从里面贷款 所以整个西贡商业银行 93%的贷款都是他 全部到他自己口袋里 对 你说这个问题大不大 好 那当然 主管机关当然不是没有发现 也不是笨蛋 好 那很简单 收买 你看这一次这么大事情 是上智政府 这个政府是到什么 国家主席 所以你看这次连国家主席都重见弱 更不要说央行的那些银行监理的相关人员 所以这次除了他被判实刑以外 另外还有四个无期徒刑 骗其他几十年的那个就不说了一大股 所以这次的问题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大 你们是不是可以说他动摇国本 真的 这句话以前我们都觉得是形容词 可是现在在越南真的是动摇国本的 因为他牵扯的金额实在太大了 就刚刚志义所念的那堆数字 你看诈骗了270亿美金 是等于越南去年GDP的6% 越南这几年经济很好 我想大家都知道 你这个6%的GDP 多可怕的数字 好 那当然出事之后 因为西贡商业银行是越南第二大的民意 它有一定的社会地位跟影响力 所以事情才会弄这么大 所以越南政府本来第一时间是要去救 所以越南这个山银行 西贡商业银行就说 我没钱挤兑 怎么样你政府干什么办 你要让我倒呢 还是你要救我 那当然第一时间越南政府觉得不行 不能让他倒 所以就开始好你缺钱我就钱给你 可是无底洞 怎么那么多 结果一共金元 他合240亿美金的越南盾 已经越南的整个国家外汇存底 也不过1000亿美金 快干了 我拿1 4的外汇存底救你还救不活 那怎么办 所以最后逼了越南的总书记 我们知道共产国家最大其实是总书记 主席总理那其实才都比他小 所以反复做终于受不了了 得出手了 我得做个了断 那当然我不能不能让国家整个被你掏空 我当然就是只好对你动手了 所以这整个事情就开始整个大爆出来了 所以到目前为止 当然看起来表面上好像都是一个商业诈骗案 可是背面其实我个人觉得还包含了软腹重的逆袭 因为软腹重他其实在越南当总书记很多年 其实大家都知道习近平是不是摆两任 然后又第三任 其实软腹重是比他更早先第三连任 原来越南也是有规定 最多就是两任 你不能第三任 可是软腹重先破了这个例子 那当然很多人就开始对他不爽 其他另外一个就是软春福那一派的 所以软春福有一段时间势力上来了 结果他就利用这样子把软春福给干掉了 好所以他就拉了自己人上来 就是这个武文赏当国家主席 没想到武文赏也被收买了 所以只好引就辞职下台 所以你看到最近库克不是刚到越南去 结果库克到了越南去 只见到了越南的总理 总理听起来很大对不对 其实在越南只排到第三而已 你看他的第二号 第一号现在正在互相的攻击当中 所以你看到人家库克到 后来是不是到了印尼去 人家就见到总统佐克威 最大的嘛 可是在越南只见到第三的 那原因就是人家正在闹这个内吼 好所以回到刚刚说的软腹重 他其实就利用这个时间清理疫情 因为我们先了解到整个越南的地形 他军事应该是说政治中心 其实是在河内 可是现在最热闹的是胡志明市 因为胡志明这边就是南越的部分 他是坚持改革开放 可是改革开放不是说不好 可是你也知道共产党起家 九二九四是不是开始担心 你会不会影响我们共产党的地位 所以背后有这么问题 好那另外一方面就是 越南这几年贫富差距越拉越大 你也知道共产主义社会主义 我可以允许一部分的改革开放 可是当有钱人越来有钱 穷了还是鼓哈哈 那问题当然就出来了 尤其是越南这几年的通膨 都在5%以上 你跌一大堆 尤其你看到很多有钱人 甚至你看到这个越南的富豪 可以在他们家建黄金屋 所有你看的东西都是黄金的 可是一般老百姓却越来生活越苦 越南这几年